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彦 你结交的朋友真是越来越差 以前来往的好歹是白泽神女 现在竟然连这些低劣的东西能对你呼来喝去 你不知道吧 他与赵文儿情如兄妹 赵文儿还把自己死去哥哥赵远舟的名字给了他 朱彦 我说的没错吧 一个是尊贵的白泽神女 一个是罪恶的大妖朱彦 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关系匪浅 所以他每次跟赵文儿在一起的时候 都戴着面具 你 真的是你 好啊 我只能把你帮助她的儿子 不想让你帮助她 你帮助她 我帮你帮助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死穿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恨梦 不是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是无用 燃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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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寄生的时间太久了 五脏六腑 都与被李伦的戾气侵蚀 G14的脑袋算是都保住了 可惜啊 云没保住 至少他们最后的时光是快乐的 快乐重要吗 当然了 其实快乐不重要 你是药 你不懂 正因为我是药 所以我才懂快乐不重要 因为人的每一种情绪 都重要 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规矩成了一条长河 这条长河 叫做一生 你知道吗 任何一种情绪 对于我们药来说 都要修上百年 千年 才得以体会 多少药怪 终其一生 都流不出一滴眼泪 所以 不要再执着于 让所有人都快乐 你身体还这么虚弱 你很紧张 哪儿啊 这种情绪 这种情绪 以你而言 是很重要的体会吗 是 但假装不认识我 看着我蒙在鼓里 迷茫恐惑 也是很重要的体会吗 赵远真好 你不守信用 哪条信用 不调一致 还是同僚关系 你说过 回来找我 回来找我 大妖 你要带我去哪里 天都 你不继续照顾我了吗 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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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不是来找你了吗 但你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是谁 就当做是 重新人生 你没事吧 应该差不多快死了吧 小卓大人的云光剑可真厉害 你不是大妖吗 怎么被刺了两斤就死了 男女受受不及 要死也别死在暗宵怀里 没关系 我活得太久了 有些烟 好巧 我担命一个言词 忍辱其名 我罪孽身中 早该死了 所以文霄 你无需为我难过 死去的药 会变成日月星辰 会变成日月星辰 我也可以变成雨 以后只要是下雨天 就是我来陪你了 其实我不喜欢下雨天 而且你不是说过 我会一直陪着我 我会随便死的吗 我会随便死的吗 照一照 你这个人 荒唐透顶 微笑 他骗你的 你看 来 这里是山神庙 我就是山神英雷 在我的地盘杆 对我不客气 下场就和那些 地上吃蛙乱叫的人一样 什么来头啊 口气这么大 半只妖 她是半神半妖 山神英昭的后代 你爷爷就这么放心你 让你一个人出来了 大荒的山神 早都已经自顾不暇了 哪还有空管我 大荒 大荒怎么了 白泽灵消失之后 大荒就开始崩塌 爷爷他们不得不关闭了昆仑之门 断绝了大荒和人间的来往 这才缓解了崩塌之势 但那之后 又出现了一个妖兽 他私自强行打开了昆仑之门 然后许多妖怪跑到了人间 两界混乱 这才导致困难灵气进一步衰减 难以为己 我爷爷还有其他的山神 他们只能使用自己的胜利 勉强支撑 只是不知道要撑多久 越说越烦 多怪现在那个白泽神女 大荒都很完蛋了 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 那你可真是不孝啊 你爷爷在大荒拼命 而你却在人间耀武扬威 我来人间不是完蛋 我是来十天梦想的 而且我爷爷可能支持我的 不许爷爷 只知道大荒拼完了 才同意的吧 听起来 显得你更不是人了 你这么多嘴 你是谁啊 他是真正的大药 你怕了吧 这专门是你这种有胡子的 多大的药都没有用 这边山头我才是大哥 我给你了 好了好了 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 听两个小屁孩吵架 好了别闹了 你们尊重一下那边那群人吧 人家可是认真来杀我们的 走 走 走 快快快快快 快走 咱们前来给你个大飞酒 时间不早了 抓紧 抓紧赶路吧 抓紧赶路吧 那这个拦路的小妖怎么处理 还要处理她呀 处理我她太太太太要就要落山了 我的脑袋也要落山了 好 这位是我们鸡腰寺的剑妖人 遵抓你这种小妖 细皮嫩肉的腰很好 像你这种半神半妖的更好 就凭你慢 鬼 山海村镜只能用来去往你知晓的地方 你去过吉耀司吗 当然 兔兔睡过好几回了 我 开始 我 离开了家乡的高山河 那条小河 少年擦掉了眼泪唱起歌 我把梦想传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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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路定灵灌浪 有风有雨有光陪我流浪 我把梦想传在身上 看来吉耀司是破不了暗了 既然如此 那就先送两位大人上路了 你让梦想传在身上 明天然是破线的 至今 我把梦想传在身上 你一路无法庭 快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那要邀请我们去他田都城外的家里喝酒庆祝 裴姐姐 一起去吗 就算是要离开 那也要好好地践行告别吧 我决定留在这要死了 怎么了 不 不愿意吗 是 我可太愿意了 是 不愿意了 我决望北看 整个天都城都知道 小卓大人风山眷逸 风采迷人 对付恶妖风若利剑 行事更是刚正不阿 心如规矩 志如齿横 难道不是吗 没错 所以 若是我直接告诉你凶手染仪的下落 那铁面无私的小卓大人 必定会立刻前往捉拿染疫 那又如何寻找白泽令的线索 正所谓过刚一辙 做人做事不能没守成规 想要达到目的 有时候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小卓大人 你说对吧 可以变通 但不能轨迹多端 通我一下呗 你 你隐瞒染疫的下落 还想把我们都算计进去 分明是欺骗 可惜你们都太聪明了 没骗到 没骗到 不代表你没做呀 赵远舟 你的巧舌如簧 护得住小卓 可护不住我 他在骂你 我 我们几个 虽然性格不一 手段不同 但目标却是一致的 所以凡事就应该开诚不公 互相商量信任 就像当鞦韆一样 你也必须信得过自己背后的人 才敢当得更高 你都最会推秋千了 难道不懂这个道理吗 染医小妖 也不算危险 那黎伦呢 你隐瞒黎伦的存在 差点让文霄被疼 黎伦又不会真的杀他 若是黎伦真的想杀文霄 你们拦不住他 那他想干吗 不知道 他这个人 总是让人琢磨不透 等我了 小卓大人不玩了 难道是因为刚刚我说你不知变通 生气了 你刚刚不是说只喜欢做秋千 不喜欢推秋千 现在不是推得很开心吗 你把年纪了还蛮口谎言 竟是气这个 那你过来 我给你推吗 又荒唐 又荒唐 都多大了 谁爱做秋千 他在骂你 继续推 按总所示 从前天开始 天都两户居民 连续两日发生命案 且都在政务之时 屋中没有打到痕迹 并非带人抢劫兴器 其实我调查这个案件 还有一个原因 你 什么 这就是发生第一期命案的人家 没有邀请 我见没亮 不用你说 是是是是 可怕你厉害的 没有血迹 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看起来很正常 只是没有人而已 再过正常 就是不正常 你 你们兵衣族的幽默 很是难逗 伸出少蓝 不用吧 这么害怕 不至于啊 不至于啊你 见你一点邀请悠悠 上次在镜湖 我发现 云光剑沾了你的血之后 威力大增 这就是传说中的导了解命 这就是传说中的导了解命 月亮和小狗默默跟我走 岁月头 怎么把你跟我分在那一组 搞得是 怕什么 有我在 走 他们不会是想要田鸡赛马吧 咱俩在他们的眼里 就是他们的 吓得马 不是半神半妖吗 你怕不是混猪妖吧 什么意思啊 我在骂你猪脑袋 小九 你 你骂人越来越高气了 你 院子里并没有梅花束 那这些花瓣是哪来的 盘子还是温的 那就是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